拜登最近比较烦 近日法德轮番怒对美国大有拍案而起之事 马克龙怒斥 你们不能以四倍高价卖能源给我们 德国副总理哈贝克指责美国收取天价费用 就连上古大神默克尔都打破沉默 称若无俄罗斯参与 欧洲不会获得持久和平 欧洲政客膝盖虽软 但脑子绝对不傻 对于美国去俄吞乌 收割欧盟的把戏 这群千年的狐狸心里门青 此前之所以装傻充愣 是因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但如今局面正在悄然改变 俄乌冲突至今 欧盟对美国的心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最初美国说啥是啥 大不了我给你当狗 二是后来发现当狗居然还要自己买狗粮 也勉强咬牙忍了 毕竟日本的奴才更惨 三是如今才知道 原来美国的贪心不仅是掠夺金融和产业资本 竟还要吸干欧洲的能源命脉 于是怒火中烧 原来老匹夫想把自己做成狗肉汉堡一口吞掉 于是欧洲怨念日慎 眼见局面有失控苗头 拜登在10月6日语出惊人 大肆渲染俄罗斯核威胁 警告称普京谈论使用核武器可不是在开玩笑 如今发生核末日的风险 处于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世界有陷入毁灭的可能 想要控制一个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劲吓唬他 同样拜登本意是通过制造紧张气氛 持续给欧洲保持一个强大的假想敌 只是这次他打错了算盘 苦梅已久的欧盟对拜登的言论非但不敢冒 反而十分反感 马克龙更是在接受采访时直接回对 在评论这类问题时 我们必须谨慎发言 说白了就是我信你个鬼 你个遭老头子坏得很 为了避免留下危言耸听的形象 白宫随后出面紧急降温 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说 我们看到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 不是一个拥和国家领导人应该说的 这是我们总统非常明确的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调整 我们自己战略和态势的理由 也没有看到俄罗斯 准备立即使用核武器的迹象 此情此景何其尴尬 税王前脚刚说毛子可能要毁天灭地 白宫后脚紧跟着就表示领导人不该这么说 俄罗斯没这个打算 这不是在为拜登擦屁股 这简直就是在公然打脸 相当于昭告天下 别听总统瞎吓唬 他就一老糊涂 被法德强烈谴责 被白宫变相羞辱 被OPEC延长狠狠打脸 已经足够让税王焦头烂额 然而此时共和党的一波骚操作 更是令其抓狂 共和党干了什么 从今年4月开始 美国南部三个共和党州 亚利桑那 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 不惜长途跋涉数千里 愣是用大巴 把边境超过一万七千 多名穆西哥非法移民 送到了纽约 直接引爆了移民危机 以比之矛 攻比之盾 既然民主党又当右利 无视激烈的种族矛盾 远距庙堂之高 往死里吃移民选票的红利 那就让你们亲自尝尝 被数以万计 形形色色的 牛鬼蛇神赌门的滋味 所谓赌门并非形容 而是确有歧视 比如 哈里斯大言不惭地说 我们有一个安全的边境 随后德州州长 就千里迢迢送了 一大巴的移民 直接泄到了哈里斯位于华盛顿的家门口 既然你已经浑饿到 合不食肉迷的程度 那我就千里送人头 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爽歪歪 用美国媒体的话说 这很快就给哈里斯上了一课 让他明白他所谓的安全边境 有多开放 就问你这波人肉快递 惊不惊喜 盟友离心 党争激烈 内外交困 四面楚歌 老麦的拜登心力交瘁 但哪怕强撑最后一口气 他也必须要占满最后一班港 挣扎着把俄乌乱局拖到中期选举 如今除了美国之外 没人希望战争继续 吃下四周的俄罗斯想要落袋为安 瑟瑟发抖的欧洲想要恢复能源供应 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民想要早日和平 只有脚屎棍 美国需要继续利用战乱转移内部矛盾 尤其是支持率不断创下历史新低的拜登政府 对民主党而言 即便把乌东战士拖到中期选举 也未必就能力挽狂澜 但如果战争在那之前结束 一旦美国民众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国内乱局 必将一败涂地 为此拜登政府双管齐下 一边重启对俄红色电话 防止爆发和战争 另一边则继续拱火 勒令司机做足姿态 确保小账不能断 于是近日 普京在70岁生日之际 意外收到了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的大礼 作为暴富 俄军随后使用高精度武器 对乌克兰军事指挥 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 进行了大规模打击 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城市 遭到了猛烈导弹袭袭击 事后俄罗斯直接点名警告了美国 俄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表示 我们发出警告 希望美西方国家意识到局势失控升级的危险 李亚布科夫强调 由于美国越来越多的参与俄乌冲突 俄罗斯将被迫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包括不对等措施 显然耐心正在被逐渐耗尽的毛雄 终于开始把力爪对准了真正的敌人 对此美国必中就轻 拜登只是承诺 美国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 包括先进的防空系统 在这场以乌克兰为代价 美国各取所需的交易里 乌克兰本就是用来牺牲的 美俄之间 无论剑拔弩张或是张牙舞爪 所有的表演其实只需把握两个边界 一是确保不打核战争 二是别真把毛雄困死 所以美国可以向乌克兰提供大量防空导弹 但绝对不会提供 能直接打击莫斯科的远程导弹 因为一旦那么做 就会彻底突破安全边界 把毛雄逼上绝路 搞成假戏真做 随着领东将制和欧盟怨念日慎 留给拜登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我们看到 近日睡王剑走偏锋 宣布大赦天下 豁免所有此前因持有大麻而被判罪的人 同时还将对被列为毒品的物品 进行重新分类 为了选票 拜登孤注一掷 在推动移民泛滥和毒品合法化的道路上 税王劳苦功高 财政危机 党争激烈 毒品泛滥 社会分裂 从明末到晚清 这幅帝国末路的衰落景象何其熟悉 大麻与枪炮齐飞 黑绿共白皮一色 四面楚歌的拜登注定已无力回天 好一幅靓丽的美丽尖风景线 由于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大涨 欧盟停购俄罗斯天然气 这使得美国昂贵的液化器得以在欧洲大行其道 战争乌云笼罩和制造业衰退 导致欧洲大量资本流向美国 回头来看660亿美元 简直就是九牛上面的一根毛 不得不承认 美国是这个星球上最会算计的国家 花小钱办大事 出的不多 赚的贼多 政治手腕也是花样繁多 令人眼花缭乱 通过一波又一波的颜色革命 一轮又一轮的北约东扩 挑动俄乌两国兄弟相残 趁机搞乱欧洲 打击欧元 打着肢解俄罗斯的旗号 做着肢解欧盟的事情 制造台海危机和朝鲜半岛危机 引发亚洲紧张局势 为下一场代理人战争做好铺垫 随时准备割亚洲的韭菜 为了转嫁国内危机 美联储暴力加息 抽干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 引爆其他国家的债务核弹 连盟友英国日本都在杜劫 何况广大第三世界穷国 斯里兰卡已经被炸上了天 亚非拉一众国家 正在苦苦挣扎 目测很多都熬不过这个冬天 全世界都在被美国蹂躏 有的国家选择了抗争 有的国家选择了躺平 有的国家选择了享受 但凡事必有代价 收益越大 风险越大 天导游只看不见的手 在冥冥中发挥着作用 损有鱼而补不足 苍天饶过水 最近俄罗斯做了两个动作 把美国吓得目不转睛 一个是把核武列车 开往俄乌边境 说是要在这里进行核试验 联想到乌东四周已经入俄了 在顿巴斯核试验不过分吧 另一个是俄罗斯核潜艇 比尔哥罗德号 已经离开位于白海的基地 前往卡拉海测试波塞东超级鱼雷 而英国人担心的是伦敦 因为俄罗斯最痛恨的两个国家 第一个是美国 第二个就是英国 而英国比美国弱很多 正常情况下 俄罗斯人会杀鸡井猴 先挑软柿子捏 用海啸给英格兰洗个大澡 捏完了英国这个烂柿子 估计美国吓得把眼睛捂住 装作看不见 什么也没发生 毕竟死到有不死频道 是美国人的第一生存药益 话说回来 不管是核武列车还是超级鱼雷 都是毁天灭地的大杀器 不到万不得已 俄罗斯人是不会用的 同归于尽的打法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被逼到了绝境 所以问题的本质 不在于俄罗斯会不会用大杀器 而在于西方是不是要把俄罗斯逼到绝境